美国南加州一直是全美国最大的亚洲美食聚集地 然而呢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 亚洲的餐饮品牌要如何打响名号 2017年的亚洲食品展上面就有台湾业者带来了 化冷冻为新鲜的新科技 也就是呢俗称的零下摄氏40度的IQF速冻技术 马上呢也成为了全场的关注焦点 美国亚洲食品公会 刚起过的香茅虾春卷外表被炸得金黄酥脆 风味炸虾配上生菜 在淋上特制美乃滋更能尝出咸甜清爽 而在品尝不过的翠绿炒青菜也绝非等咸之辈 因为透过IQF速冻技术可以尝爆新鲜美味 冷冻的状态下丢进去炒一炒以后 那第二次加热以后它的颜色还是绿的 口感还是脆的跟新鲜的一样 那最重要是我们的营养成分也没有流失 那它可以冷冻保存一年以上 让难以保存的蔬菜能被长时间放置 不仅减少餐厅损失 而且用在炸物也没问题 跟市面上的油条是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的油条放冷了以后 它不会变硬也不会变软 放在冷库一年没有问题 摆出一包包各式各样的树冻食品 年度雅筑食品大展的目标 就是要将上游制造厂最新研发的菜色 向下推广到全美各地的餐厅 就可以帮很多的餐馆增加一些收入 减少一些人力 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得更精致一点 强调以全新食品技术 可以全面提升餐厅服务 更进一步提升餐厅竞争力 让不同族裔的民众都能在美国 享受到来自各地高品质的亚洲美食 东正新闻为快罗瑞玲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